哎呀松涛这个黑马的说号面对的是真正的黑马 这个比赛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看的是只有他这个一声啊 这个踢嘴啊这就是开圈道的推法 开圈道的推法 双三是个血液冲击的节奏 把他给的黑车一个抵腿 大长的一批 现在实际上这个身高下衣 紧身的身高是一个一摔 把对方压倒在地 这批飞马的被压倒在地 但是中国的武术变化多段 你身高都可以把你下场过 坐在那边横 利用摔卡的可以飞着的科技之上也做好 那他的腿确实比较重要 所以可以甩子来的话 其实是有自己的独角的用选 还可以在这个腿也很迅速 对 那个拐拳里面有一个决刀叫飞腿 这个飞腿也算是一旦在比赛当中使用的话 会把对方一下打分在地 看来松下这些选手啊 接触了外国的武器很多的 排行道的方法 你看 这个选手的方法平均使用 这些选手啊 应该可以够分了 他对方的飞腿也是在随时太坊当中 遇上了自己的最长者 一般在这个泰拳比赛当中 能有这么高大的身材的运动人比较少见 中国的元首身宽只有一米七十八 而飞泽是一米九十 你看看这场比赛里面八道都高一条 这个观赏价格挺高 飞泽的这个踢腿啊 如果要真正一动打中的话 确实他的力量会很大 对 那泰拳呢 在和这个美国的全体比赛当中呢 曾经有一次比赛就是双肢 确实扛的这个优点来进行进攻 但是这个腿法上面呢 还见火候 因为这个苏丹的选手啊 身材过于高大 他这动作幅度就大了 反而这速度就大 但是在远距离的气打方面 在有一定优势 双方互不得分 刚才是双方都倒地了 所以是互不得分 这个裁判呢 就使用了英语 AIRSTOP 这样呢 双方英语的人都可以听得懂 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公平一点 我们看到了这个苏丹的选手 飞泽呢 也不盲目进攻啊 好 新冬 对最高没有趁稳支持 进行进攻 这场双方警告红方 在比赛中股的时候呢 还继续进行进攻 这场比赛还是很激烈 谢谢 这个选手 身抛又是用摔法 把对方摔倒在地 摔法呢 是规定是在防守的时候使用 如果你防守的使用合理的话 可以直接得两分 好 我们看到这个飞泽呢 也开始降低自己的重心 所以我注意一下呢 像身抛直接是击中了头部 这样可以得分的 那么身抛是你击中之道 环境之间 在你飞泽的前 在CM的实际上串了一下 所以就是如果踢打的时候 如同一顿大 但是脱心那个飞泽 他几次击打对方的时候 都没有真正打中要看 由于他这个身高呢 是一米九四 所以你这个运转的 看镜就比较高 所以看这样 这个飞雪啊 六个重心也有 但是这样你身材比较高 他的话呢 这个速度就相对来说呢 选择比较缓慢一些 因为腿啊比较长 你真的要击打到对方的话 就有一个时间 这样就达不到太全的那种 快速和敏捷的效果 对 而且要相对正确的话 对松高的英文人来讲 是很不利的 对 他就没法出钱 对 对 松高英文人要是用 删打到对方身体 三手近年来啊 在世界的推广啊 很狂犯 各国选手都在出去 中国的三手 最近呢 武学呢 在世界上呢 狂犯的派展的宣传 大力推广啊 这五学的正经年往下 我今天呢 已经有八百多个成员国了 咱们成立了世界五连 这个就是中国家傻手的机箱市场 起了一个凉法的开车 这是海军圈国际地区 和世界特色理事会 泰国这家二组公司 能够成功力几半年 我们现在给了一个大力的成员 我们呢 成功的时间 还是对商手的一个成功力推广 我们现在给了一个大力的成员 这一年 我现在给了一个大力的力量 这个是一种 但是我们现在给了一个大力的 一种 我们现在给了一个大力的 有些英雄比賽進行到非常簡單的時候 我們沒有注意考慮 所以這樣比賽就無法停擾 來這樣進一級比賽中間分數有3比0 好到上面 中國的武術是神奇之功 是有的